现在是全国路标总体检 我们要带您看到台北市的新生南路 这里有一顿会吞掉门牌号码的大楼 怎么讲了 明明地址是64号 但是一墙之隔到了隔壁居然变成了90号 那中间26个门牌号码呢 来看看 应该是几号 十二 六十二号对不对 对 下一个应该是几号 六四 六十号 六十二号 再来当然是六十四号 小学生考不到 看看大学生的数学好不好 那增下去应该是几号 应该是六四吧 六四 确定 应该是吧 正常来讲都是跳双号这样跳 那我们一起下去看看好不好 应该是几号 九十号 那怎么会这样 台北市比较乱吧 可能没有规划好吧 答案揭晓这下不得了 六十二的邻居不是六十四 却是九十号 怎么会这样 麻烦的是有人找不到地址 倒霉的却是九十号的店家老板 中间的号码不见 没有错 因为是地址其实是他们自己搞错的 甚至于连邮差警察都会来问 六十号接六十二号天经地义 再接九十号真是没道理 原来六十二号这栋大楼私吞了所有消失的号码 我们怕之后如果说他有新改建 旧的房子改建啦 空地又盖起来啦 那他需要户数啊 所以说如果没有预游的话 那新的房子就没有门牌号码了 还好这门牌号码是越来越多 逻辑上还说得通 否则消失的路牌就算是邮差 也没办法帮您找出来 华智新闻申诉专线在画面当中 欢迎您多加利用